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一百四十五集 许敬宗听闻皇帝此言 心头狂跳 大事就已 我徐某人的宰相之位也跑不了了 他殊然收起笑容 一般正经 说道 果真如此 那陛下更当东寻洛阳 哦 李智见他二目深邃 似乎话里有话 清莫非有良策 阳汤之废 废乃亦甚 知其本者 去火而已 人心造乱 乃因火源尚在 若不去之 连绵不绝 陛下 何不借寻姓为名 把原舅 韩远 余智宁等 全部带走 诸臣家族 清党 皆在关隆 荆棘 离此数人 便如群龙无首 原舅等人 离开长安 亦如蛟龙里水 再难 兴风作浪 到时候 不是想收拾谁 就收拾谁吗 这番话 真如醍醐灌顶 李智腾地站了起来 对呀 秦贼秦王 只要将他们几个人 或定罪 或逐出朝廷 树倒胡孙散 到时候 谁还敢 不从圣命呢 李智精神大振 对呀 朕怎么就没想到呢 清不仅文章做得好 智谋也是很厉害 陛下过奖 徐静宗心下暗笑 这算得了什么呢 老子四十年前 就是瓦刚寨李密的智囊 这些年官隆一派主政 没机会罢了 李智兴奋地夺了几步 却又慢慢地停了下来 府邸抽心却也不难 但西征事败 朕不便此时下手 若智内有余 而不足以欲外辱 何以色天下人悠悠之口呢 再者 世纪生乱 清不见阳广之士乎 万一他们在寻性途中图谋不轨 又当如何应对呢 许静宗微微一笑 陛下放心 天下不乏英才 臣愿宝举一人为帅 再争贺鲁 鞭辟小胡 不足为虑 原旧韩怨等皆从圣家 圣下之人威望最高者 当对高旅行 可将高旅行调往外人 愚者手中无权 李义府杜正伦留守长安 足以应对 再者 即便有人想在寻刑途中 搞阴谋 只要 话未说完 听垫脚珠连后 传来媚娘的声音 只要李记载 禁军牢牢控制在手中 他们成得了什么事呢 李智竟不知他何时跟过来的 不禁回头望了一眼 许静宗更是一愣 随即缓过神来 屈身失礼 赞叹道 娘娘 果真智慧非凡 深不可测呀 显庆二年 正月 新年的喜庆尚未结束 李智突然宣布寻姓洛阳 长安西明寺等工程还未结束 年前又刚刚失败一仗 群臣对这时出巡表示反对 但是 李智拿定主意 说走就走 还要带皇后 嫔妃 太子 皇子 以及宰相等重要官员同去 甚至还邀请了玄奘法师 只让李义甫杜正伦两个宰相留守长安朝廷 初春时节 天气上冷 百花尚未土艳 南艳尚未归来 一阵阵撂翘寒风吹得人只打哆嗦 因启程仓促 车马一仗 安排得不甚完备 后宫嫔妃的车队更是显得散乱 许多人连衣物都没准备好 但是 李智的兴致非常的高 他甚至觉得坐车太无聊 骑了匹高头大马 与太尉李济并配走在队伍前面 眺望着康庄大盗 面对着苍茫大地 他脱口引出 赤乐川 阴山下 天四穷炉 龙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陷牛羊 哪有什么草原呢 哪有什么牛羊呢 眼前不过是 上代耕耘的田野 和起伏的山巒 根本是师不应景嘛 一切景雨 皆晴雨 这也算是有感而发 其实啊 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出巡 两年前 他曾与妹娘一起悉性齐舟 不过 那个时候 他是带着大权旁路的无奈 和爱女夭折的悲痛上路的 还在万年宫 遇到了场洪水 险些丢了性命 这次则完全不同了 他是揣着激动和喜悦上路的 素来沉默寡言的太尉李记 也很高兴 始终是笑呵呵的 一副浓密的常然 随风飘摆 显得格外潇洒 李记 是曹州人士 更喜欢山东的景致和民风 再者 洛阳对他而言 意义非常 昔日群雄逐鹿 他以清兵齐齐虎劳官 兵困洛阳 为大唐消灭王世充 窦见德 立下大功 凯旋之际 与李世民同城融入 告捷太庙 对他来说 重返洛阳 颇有荣誉之感 另外 此番东巡 李志视他为保驾之人 率兵留守长安的 是幼威大将军 李孟长 护卫车架的 是幼武侯大将军 郑仁泰 此二人 皆是他极力推荐的 皆非关聋之人 所有兵马 都听得李记的指挥 李志与他交谈了一阵 突然乐住江绳 回头召唤道 徐尚说 你自有风雅之才 快过来 朕哪 想听你吟诗 长孙无忌 于智宁 来寄韩院 乃至卢成庆 徐语诗 刘祥道等人 都骑马在后 距离皇帝 有一段距离 徐静宗 独得圣券 快马赶上 群臣见了大为贱母 尤其是秘书少监 上官仪 他自存 诗才不在徐静宗之下 见此情形 暗暗摇头 他这偏偏文是哪知啊 皇上赵 徐静宗 不是吟诗 而是密谋 李智 见其 已到身边 再度 催马 前进 边走 边倒 徐爱卿 朕以 依你之言 将 高履行 外放 益州都督掌使 将卢成庆 召回朝任 台长青 因启王李上金 摇领益州都督 掌使 实为代理的最高长官 同为三品 并不算贬值 但是 调回的卢成庆 昔日 因楚岁梁排挤而贬官 这一去一回 用意非常明显 你承诺过 要向朕推荐一名良将 再度征讨贺路 西政归来的将士 已在亭州 修整两个月 该告诉朕此人是谁了吧 也该让英公 参详参详 说着 他回头瞟了李济一眼 当今之事 大将不过李济 派其前去 必能获胜 但是 眼下需要他随行保驾 震慑出臣 实在是离不开 许静宗不忙回答 先向李济拱手施礼 李济也笑而还礼 他俩 当初都是自瓦钢军祥唐 论起来也算是老交情 前番又一起扳倒了吴迹 彼此更多了几分默契 诗霸礼 徐静宗才道 其实 臣要推荐为从寡的人 就在西北军中 只是 此人官阶不甚高 从未担当众人 独当一面 何人 右屯卫将军 苏定方 李济听闻这个名字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之色 李济却十分血气 此人朕知道 前年还是个中廊将 随承明镇征讨高丽刚升官 这次在西征军中表现不错 不过将在谋而不在勇 他一直统侠几百人的小队伍 没有统帅大军的经验 怎能当总管呢 先历练几年再说吧 许静宗 微微一笑 陛下说 此人无阅历 不足以众人 您知道 他多大年纪吗 军中将领甚多 十六位府 共十六位大将军 三十二位将军 况且分散在军中 李治 岂会都记得呢 随口说道 四五十岁 而近六十五岁 哦 李治没想到 此人竟比李济年纪还大 如此说来 是一个老寒武 陆陆一生 无甚见数吗 非也非也 此人早年便 勇冠三军立功无数 是有名的汉将 只不过 怎么 为何这些功劳 朕都不曾听闻呢 那些战功 都是为 刘黑榻立的 李治倒吸了一口凉气 刘黑榻 乃随莫群雄之一 原为河北大下王 窦剑德 回响 虎劳关之战 大唐一亿定两雄 逼降王世冲 升勤窦剑德 扫平大驾 但是 昼德河北 人心不稳 再加之 官隆兵将 大肆掠夺 激起民怨 刘黑榻 于武德四年 再度举棋 自称大将军 连破唐营 李神通 罗毅 薛万彻等部 连李济 都吃了场败仗 不到半年光景 全赋 下国就京 苏定方 既是刘黑榻 帐下部讲 功劳赫赫 杀人无数 但是 那杀的 都是唐军啊 许静宗又轻身 往李治耳边凑了凑 低声说道 曾是逆臣也罢了 后来归顺天朝 又跟错了竹子 原来如此啊 这点 李治倒能猜到 昔日河北复盼 他父皇李世民 与刘黑榻 几度奋战 难解难分 关键时刻 尹太子李建成 接管战事 一从魏征之际 发布设书 抚慰河北军民 从内部瓦解了 刘黑榻大军 最终成功评判 因而 河北文武 也大部分 投掷李建成麾下 苏定方 乃是其中一员 玄武门之变 尹太子一败涂地 手下将领 虽被接收 还是比秦府出身的将领 低了一等 自然是 升迁缓慢 许静宗 长叹了一声 唉 虽有奇才 却难施展 造花弄人哪 他这声叹息 不仅为苏定方 也为他自己 河北人士 因两度与唐为敌 又多在李建成麾下 因而颇受压制 而南朝人士 自随末 便被仇视 江都公辩大遭屠戮 也未能在唐朝被弃中 为关隆之人 乃唐氏之骨功 也正是从那时起 关隆一派独大的局面 渐渐形成 愈演愈烈 河北出身之人 死张形成 高继父 虽为宰相 却也受制于人 未争死后 被推倒墓碑 儿子 丧失驸马之位 南方出身的刘继 早诬陷而死 残文本 抑郁而终 甚至包括他许敬宗 虽然名声一向不佳 却也未尝不是 众口朔金 夸大其词 积怨早就中下了 而今得势 岂能不报旧仇呢 李智思考片刻 还是不放心 年岁 年岁会不会太大了 朕看前番 程之节因年迈糊涂 被王文杰诱骗 朕不能重蹈覆辙 徐静宗却道 程耀金 故是英雄老矣 却也不至于那么糊涂 他轻信王文杜之眼 恐怕另有苦衷 只是外人无从得知罢了 毕竟这一年变故不少啊 李智初始觉得 他这话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稍加私存 即便明了 程之节却有苦衷 领兵备战之际 掌权的还是长孙无忌 储罪梁 仗打一半突然朝中生变 他李智夺权亲政了 程之节与无忌 共事了半辈子 本来心里就不踏实 偏这个时候 王文杜谎称有密诏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许静宗见李智肆意动心 赶忙又道 苏定方在我军中 也并非没立过齐功 昔日征讨突厥 英功设服于阴山 最先进攻杰利克汗营仗的 就是他 哦 李智回头看李记 贞观四年 李静趁血液突袭定香 杰利克汗仓皇败走 李记绕道埋伏在阴山 最终将东突厥彻底击溃 这是近人皆知之事 李记知道 苏定方乃有才之人 但更知道此人与许静宗私交不错 这个推荐实在是有寻思之嫌 但是提起争突厥之事 也不能埋没人家的战功 只能如是回答 不错 苏定方却是骁勇之将 美战必为先登 许静宗得了旁证 越发起劲 先帝固然是千古盛名之君 然智者千律必有一师 选才无数亦有一贤 山不艳高 海不艳深 陛下任贤任能 何必非要寻先帝之道呢 苏定方不得志已久 若得陛下提拔 必孝死已报 再者 陛下若能着先帝之仪 补先帝之缺 查先帝之所未尝 则圣明识人过于先帝 此乃三军之福 朝廷之福 社稷之福啊 他句句话 都挠李志的痒痒肉啊 李志本有些犹豫 但是听到他这番话 顿时心绪豁然 是啊 父皇没提拔起来的将领 我偏偏要提拔 父皇没用过的人 我偏偏要重用 若不然 何以彰显我这明智 过于父皇呢 好 朕决定了 就让他当行军总管 一语未必 呼见前方 有次妃赤侯 持马回报 前方已是闪州地界 蒲州司马恳求觐见 李志颇觉费解 蒲州司马 怎么会跑到陕州来呢 叫来仔细问过才知道 自崔一璇调任蒲州次使 心情抑郁 久而成奇 日前刚过世 蒲州司马本欲上报朝廷 恰逢大驾经过 就顺便来禀报 李志文之 甚是惋惜 好歹 崔一璇是帮他夺权的功臣 又资历深厚 因此 追赠为幽州都督 亲自示好为真 从事法上讲 清白守节 约真 这也算是 为他最后的外放 做了弥补 表明他是清白的 并由其长子 崔神机 实习清秋献宫之决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